这真是请佛容易顺佛男 乱套了 全乱套了 花花小剧场 哇塞 花花 你是小仙女下凡吗 怎么可以这么美啊 小福宝 这不是要上春晚了吗 老爸就是重金给我请来了世界知名设计师 为我量身打造那天出席的行头 你觉得这身衣服咋样啊 给个意见呗 粉色的皇冠 粉色的公主裙 给你简直就是绝配啊 嘻嘻嘻 果然美女佛剑略童 花花 我好羡慕你啊 在国内混得风生水起 不像我 马上就要回国了 紧张的一批啊 有啥紧张的啊 给你回来咱们一起逛街泡巴吃火锅 晚上躲在被窝里聊八卦 开心还来不及呢 幸好有你在 要不然离开爸爸妈妈 我都要难过死了 哦对了 你出演的花贵妃转载泡菜谷可受欢迎了 收视率低一哦 提起这部电视剧我就头疼 本想着靠它进军影世界 扩张兰花花集团的业务 没想到这个圈子的水这么深 什么情况呀 你是不知道啊 这演员一个比一个大牌 片酬一个比一个高 搞得兰花花集团都快破产了 那你为啥不跟我说啊 反正我们家的钱花都花不完 哎 我也想着拉点赞助 没想到拉了一帮男伺候的主 欺负赞助的条件 是他必须要演皇上这个角色 最可泣的就是小鱼爱 非要让我在电视剧里 植入他们家空调的广告 你说这庆功系 哪里用得上空调啊 原来拍电视剧这么难啊 花花我好同情你啊 到现在还有一堆的赞助商 要求给他们的七大姑 八大姨加戏呢 编剧多聊角色不干了 花花你不要上火 我这就去跟老爸说 让他把剩下的钱全给包援 你看咋样啊 这 这多不好意思啊 别客气了 就是 就是你也给我安排个小卡拉咪的角色呗 那你想演个啥角色啊 我想演个大坏蛋 但必须活到最后一集 你干行吗 小福宝 坏蛋还要活到最后一集 这戏还咋拍啊 你别担心 我让八笔花巨子从好莱坞请个大编剧 写这种奇葩的剧情 他们最拿手了 你看咋样啊 小福宝 花贵妃才是第一女主角啊 你可要叮嘱编剧 千万别把它给写嘎了 你放心吧 不会让你嘎地 总之我保证 咱俩都不嘎 一起笑到最后 熬成太后 嘻嘻嘻 我现在就问老爸要钱去 拜拜 喂喂 小福宝 嘻嘻嘻嘻嘻 请否容易送佛南 乱套了 全乱套了 小福宝 小福宝